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特征 花顺双抽的组合和排面结构过于复杂了 看起来我们需要更多的参数和指标来寻找这个决定因素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靠猜了 比如我们想一想顺子的大小和它的下注频率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比如同样是两头听牌 那在K43的面上65形成的顺子就要比在K87这个面上65形成的顺子要大 那好 那我们就在这里加一个参数叫做听牌等级 然后呢再来找一找关系 可以看到我们找到的关系呢就是没有关系 继续猜 那排面是否存在天顺会不会影响下大注的频率呢 嗯 还是没有 甚至存在天顺的低张面更要高频率下一个小注 那和排面的高低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好 那我们就把排面的三张牌加起来来求个总数 诶 这么一弄似乎就能看出点东西来了 我们发现综合点数较高的排面要比低排面下大注的频率更高 但是呢这个结论依旧非常粗糙 我们需要再精细一点 继续来加一个指标 也就是排面的连接程度 那从数字上来表示呢 就是最大的排减去最小的排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 连接度在5左右的排面更适合下一个大注 整合一下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较为连接的中高排面下 花顺双抽更适合下一个大注 那由于花顺双抽的过排频率实在太低 基本上只有5% 所以什么时候下小注也就是剩下的情况了 就是较为干燥的排面或者低张排面 另外呢关于花顺双抽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如果被加注我们能不能反推回去呢 可以看到总的来说花顺双抽是支持激进的进行三bet的 平均频率有30%左右 那这个30%其实是比较高的了 另外在高张的连接面上我们更适合做三bet 因为呢在这种排面上你有足够的价值范围去混合它 然后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是大忙 UTG开持并且翻牌呢做了一个seed bet 我们这里持有花顺双抽是应该跟注呢还是加注呢 可以看到啊 花顺双抽呢是一手非常适合check race的组合 同时排面越高对我们的范围越有利 我们的花顺双抽呢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的去加注 因为我们的超强牌在这里也会这么打 最后呢留给大家一个有趣的问题 如果对手在你seed bet的时候 突然all in了100BB 那你的花顺双抽能不能跟注呢 这里我们不限制位置和排面 大家可以积极的进行探讨 如果可以跟注 那是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可以 什么时候不可以 大家可以把想法呢打在留言区 我们来进行讨论 那么以上就是童话宝典第三试 花顺双抽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 请记得长按点赞三连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更多名家访谈策略文章等你来看 签算大学是我们年费制的服务内容 联系课程顾问发送暗号同花宝典 即可享受2000元的折扣优惠 非常感谢你对签算Poker的支持 我是梅小板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